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课程中我们通过设计一个枚矩算法 尝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并运用流程图描述了相关的算法 那么今天我们将接着介绍 如何用VB程序设计语言来实现枚矩算法 下面请同学们准备好指和笔 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学习吧 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将继续学习 如何编程实现枚矩算法 以及实现枚矩算法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一 如何编程实现枚矩算法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 每举算法就是 按问题本身的性质 一一列举出该问题所有可能的解 并在逐一列举的过程中 检验每个可能的解 是否是问题的真正解 若是则采纳这个解 否则抛弃它 在列举的过程中既不能遗漏 也不能重复 通过循环结构 可以实现一一列举的过程 循环结构可以通过 for语句 do all语句等来实现 除了要一一列举所有的可能 还要在一一列举的过程中逐一检验 检验可以通过分支结构来实现 在VB中用F语句来实现 在一一列举的同时 还要做到逐一检验 就需要用循环结构 嵌套分支结构来完成 进行程序设计时 可以通过循环语句和分支语句来实现 以上所说的分支结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双分支结构 或使用单分支结构 还记得这个例子吗 找出所有能同时被2 3 5 诊除的1000以内正诊数 当时 请同学们分析了 用每举算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关键点 每举范围和检验条件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使用循环结构 将1到1000的正诊数 一一列举 嵌套了一个分支结构 对这1000个正诊数进行逐一检验 可否同时被2 3 5 诊除 这样 我们就用流程图描述了 用每举算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 如何将这个每举算法解决问题的过程 用VB程序设计语言来描述呢 用循环结构 这里用dual语句 完成了1到1000以内 所有正诊数一一列举 用一副语句进行检验 当满足同时被2 3 5 诊除 就是找到正确的解 输出n 否则忽略这个n 这里 我们通过这个具体的例子 体会了每举算法的程序实现的过程 这个程序运行以后可以看到 如图所示的运行结果 我们找到了所有能同时被 2 3 5 诊除的1000以内正诊数 我们前面介绍过一一列举的 每举过程 除了可以用dual语句以外 还可以使用for循环语句 请大家来读一读小月同学 编写的程序代码 看看它是如何来完成这个问题的 老师 在用循环结构实现每举的过程中 我没有使用dual语句 而是通过for语句来实现相应的功能 循环控制变量 按付出值为1 中值为1000 通过循环结构 完成了1到1000范围内的一一列举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发现 每举算法 用循环结构 嵌套分支结构来完成时 对于每举范围的一一列举 既可以通过for语句 也可以通过dual语句来实现 还有一些同学 在检验条件的设立上 并没有用例子中介绍的方法 来编写相应的VB程序 但他们同样获得了正确的解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这些不一样的VB代码吧 老师 对于题目中能同时被2 3 5整除这个检验条件 我用了不一样的表达式 nmod2等于0 and nmod3等于0 and nmod5等于0 这里nmod2等于0 nmod3等于0 nmod5等于0 分别表示能同时被2 3 5整除 3者同时满足 nmod4的逻辑运算符来完成 我的检验条件和大家写的又不一样 我是通过除和整除运算 来表示检验条件 感谢三位同学的分享 让我们学习到 对于同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循环语句 去表述相同的枚举范围 同一个检验要求 可以使用不同的条件表达式 来完成 程序代码的编写是不唯一的 二 实现每举算法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问题 找出所有百位 与各位相等的三位正整数 根据上节课的分析 我们可以用循环结构 在相应的范围内 一一列举 用分支结构 进行条件的检验 我们就用流程图描述了 用每举算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 根据流程图 同学们都编写了 相应的程序代码 这位同学 编写的程序运行以后 没有任何结果的输出 我想请大家 一起帮他找一找 问题出在哪呢 老师 由于运算符的错误使用 导致分支语据的条件表达式不能正确反映每举算法中的检验条件 所以最后无法获得正确的解 当你遇到每举算法程序运行无结果时 不妨检查一下 检验条件是否正确 是否会导致无解的可能 我们再来看一个同学编写的程序 以及他的运行结果的部分截图 请同学们观察并检验一下 这个运行结果存在着什么问题吗 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如何解决 老师 我发现在运行结果中 有像0、10、20、一直到90的数 这些都不是三位数 我认为这是每举范围不正确引起的 我的解决办法是 为循环变量N复出值 就是在读well语句之前增加依据N等于100 来限定每举范围 在100至999之间 老师 我又发现一个问题 999也应该是符合条件的数 但是列举范围把它漏了 因此应该把小于号改为小于等于 对于N的中值的设定 由于用了N小于999 导致每举范围的边界发生错误 999将不会纳入一一列举的范围 而恰恰999就是我们所有找的百位与个位的数字相等的三位数中的一个 所以每举范围不能有遗漏 否则可能会出现漏解的情况 当每举的输出结果显然超出预计范围时 你不妨可以检查一下列举的循环条件 检查其初值、中值是否在预设的每举范围内 问题二、个位和十位被涂抹的单据 我们要设计一个算法 输出所有满足这个数是57或67的倍数 这个条件的五位数 并统计这样的数的个数 上节课 我们已经完成了算法设计 并画出了相应的流程图 现在对应着流程图 请大家一起来写一写 每举范围 往往通过循环结构来实现一一列举 对应着红色框部分的循环结构 可以怎么写呢 用负语句来一一列举可能解的范围 一万四千七百到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九 当然 同学们也可以用之前介绍过的独二语句来实现循环结构 只是别忘了 独二语句之前一定要对M付出值为一万四千七百 然后大家考虑一下 分支结构又是如何用语句来实现的 用一幅分支语句来进行条件的检验 如果满足就计数器C加1 输出对应的五位数值N 这里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如果计数器负出值C等于0的位置移动到循环体内 也就是负语句和一负语句之间 计数器还能正常计数吗 程序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为什么 课后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讨论一下 运行这个程序 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结果 这三个数都符合要求吗 你是怎么检查的 可以通过观察百位是否为七 千位是否为四 同时算一算 这个五位数能不能被 五十七或六十七整除 然后我就发现这三个数都满足这些条件 所以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 现在 这个单据上的数 千位和百位被涂抹了 我们同样需要设计一个算法 输出所有满足 这个数是五十七或六十七的倍数 这个条件的五位数 并统计这样数的个数 对应流程图中的虚框部分 请大家根据流程图 完成程序代码空白处的填写 可控制这些什么 对应流程 Sacritual效果 明白了 估输出 sued 因治育 第三不款 反正的 reciprocal 确 reflect 亍? 通过 这些 tree 用负语句来一一列举 1047到19947之间的 每一个间隔100的数字 用一负语句来进行条件的检验 如果满足检验条件 就计数器C加1并输出N这个五位数 程序运行的结果输出显示 有两个符合要求的五位数 有位同学编写的程序 运行以后输出的结果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老师 我发现输出结果的 第一个数是1050 虽然符合能备57或67整除的检验条件 但是这个数的个位不是7 十位也不是4 所以不是我们要找的数 这类数在结果中还不止一个 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什么办法吗 我知道 把不常改为100 让每个被每举的五位数 它们的值相差100 即1047到19947之间 所有个位数值是7 十位数值是4的整数 老师 我可以通过改变检验的条件 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每举范围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一个检验个位是7 十位是4的条件 因为同时还要满足 能被57或67整除 所以原有的条件作为一个整体要求 用括号括起来 用逻辑运算符 n在与各位是7 十位是4的条件 合并成一个完整的检验条件 同学们想的方法都不错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 通过观察这个五位数 我们可以发现 由于千位和百位数是连续的两位数 为了保证不遗漏任何一个数 可以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 一一列举 0 0 0 1 0 2 一直到98 99 即被涂抹部分的数字 变化范围是00到99之间 由此构成的五位数 变化范围应该在 1047到19947之间 共计100个 接下来只要在这100个数中 找出能被57或67枕除的数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用变量i 来表示被涂抹部分的数字 变量n来表示 由此构成的五位数 接下来请大家想一想 被涂抹数字i 和由此构成的五位数n之间 可以通过怎样的数学表达式 来表示相互之间的关系 老师 变量i和变量n相互对应的关系 可以通过n等于1047加i乘以100来表示 因此 我们可以利用循环结构 将循环变量i的初值设为0 中值设为99 然后通过复制语句 n等于1047加i乘以100来产生对应的五位数 这样循环结构就完成了一一列举的过程 根据流程图 完成程序代码中空白部分的填写 首先用负语句来一一列举被涂抹部分的数字变化 通过复制语句 通过复制语句根据循环变量i的值 生成相对应的五位数n 用一复语句来进行条件的检验 如果满足就技术器c加1 输出对应的五位数值n 这就是程序的运行结果 同样找到了两个符合条件的五位数 用每举算法解决问题 关键就是要注意 每举的范围不遗漏不重复 检验条件正确完整 今天我们学习了每举算法的程序实现 我们要综合运用负语句 读外语句和易服语句等 正确描述每举范围和检验条件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程序进行调试 排除程序中的错误 其实程序调试是程序设计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程序员 也难免在编程的过程中发生错误 我们要在编程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养成严谨细致规范的编程习惯 亲爱的同学们 通过今天的学习 你是不是对每举算法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呢 希望我们的课程内容 能对你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案时有所帮助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